李宗盛雄議員 好 真的很開心 今天可以來焦點這裡 那我覺得焦點是一個很酷的地方 就是它讓每個看似很平淡的武器的人 都可以因為勇敢跨出第一步 做一點事情的人能夠被看見 那我等一下的分享會 越來越沉重 所以請大家跟我一起融入這個沉重的氣氛 對 因為剛才REF真的太熱血了 我說完蛋了 我長得很沉重這樣 好 那今天主要會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在經營的這個品牌 叫做全職時尚 我們在推廣一個全食物植物性的飲食 全食物就是指保留食物最原始的樣貌 不經過過度加工 那植物性就是 我所選的那種食材 都是不經過沒有任何動物性的產品 那我們相信一個全食物植物性的飲食 是一個對健康對環境還有對動物 都更友善的飲食方式 我接下來會說明為什麼 那會先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會開始有這個品牌的起源 大概在半年多成的時候 我去加拿大的溫哥華當交換學生 然後應該很多人都講 就是去當交換學生 或者去國外念書的時候 可能書沒有念到多少 可是廚藝進步了不少 對 我也是 我之前在台灣的時候 是二十年來沒有進過廚房的人 但是我在那邊 因為外食很貴 然後學校宿舍裡面的廚房 廚具設備又很齊全 所以就開始常常自己煮飯 然後自己煮之後就發現 天堂 我以前在台灣吃的東西 怎麼都那麼油那麼鹹 然後就是 好可怕喔 然後在那邊自己煮之後也是 因為油跟鹽的欄可以自己控制 然後我也吃比較多青菜水果 所以我那半年 就是身體變得非常的健康 就是 因為 其實我以前就是 我是大三上去的 然後我大二下的時候 因為就是也是參加太多活動 然後身體搞得很差 然後身體有點內分泌失調 所以那半年來就是 我整個身體的改變 對我來說就是 身心靈動很大的影響 我就覺得就是 我也更快樂了 然後精神也更好 氣色也更好了 後來回來台灣之後我就發現 就天啊 我身邊的大學生真的太不健康了 就跟我以前一樣 然後 而且我發現大家不是不想要健康 大家是不知道怎麼健康 不知道怎麼去做選擇 所以那時候我就要跟我一個好朋友 她就說 安 安你在哪裡 對她在哪裡 然後我就跟她聊天 然後我就說 欸我想要就是跟大家多分享 就是我自己就是 身體上的改變 所以 她說喔好啊很棒耶 然後 我們就 就有這個粉絲專頁 叫做大學生愛健康 那這一開始就是會分享一些 比較簡單的 飲食相關的嘗試 像是體質率啊 GI值 等等的 所以反正就是 本來粉絲專頁就會提供一些 基本的飲食資訊 讓大家知道 但後來我跟安就是對 研究飲食背後的故事 比較有興趣 然後 因為安她很酷 她其實是一位 嘿 好 出生了 她其實是一位Vegan 所謂的Vegan就是 純素食主義者 她們不但不吃肉 她們連蛋奶 起司優格 這些有動物性的產品都不吃 甚至連用的化妝品 保養品等等 都是不經過動物實驗的 那也是因為安的關係 我開始了解更多飲食背後的故事 我就開始看很多影片啊 Ted Talk啊 然後還有一些線上課程 像這篇 這個女 這位博士 她叫做Milani Joy 她是一位 哈佛心理學的教授 那她這篇Ted Talk 就要在講肉食心理學 她就是在說 其實我們的一些飲食觀念 都是被建構出來的 就像為什麼 我們可能覺得 吃狗肉吃兔肉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但是在某些地區 她們覺得 這是很習以為常的 像是為什麼 我們常常吃豬肉或牛肉 但是在某些國家 她們其實是被禁止的 對 那其實也是看了這部 看了這些影片之後 我才發現 嗯 原來每分每秒鐘 我們食物背後 都有很多 很令人心碎的真相在發生著 我們桌上的一盤豬排 它其實背後 在屠宰場裡面的畫面是 一隻隻豬 牠們被吊掛著 牠們都還活著 但是屠宰場的工人 牠們就這樣拿著刀 往牠們的喉嚨 一個一個刺下去 牠們血就這樣 不停地流出 被倒掛著 一直地扭動 不停地扭動 後面的豬看了 前面的豬 遭受這樣的對待 牠們都害怕得不得了 腿一直發抖 但是屠宰場裡面的每一隻豬 都必須面臨這樣的命運 也是看了這些影片 我才知道 原來其實蛋雞跟肉雞 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是一隻蛋雞 但是你又是公雞的話 你對於雙人來說 一點經濟價值都沒有 你的肉 並不能拿去賣 所以在蛋場的真相是 剛出生的這些蛋雞 有一半的小雞 因為牠們是公雞 所以牠們都會被活活地 丟進塑膠袋裡面 給悶死 也是看了這些影片 我才知道 原來現在牛奶的產量 並不足以供應人類的需求 小牛 剛出生的小牛們 牠們必須被工人 帶離牠們母牛身邊 牠們母牛會很難過 一直追著牠們的小牛 一直不停地呻吟 但是牠們的小牛 還是會被帶離牠們的媽媽 甚至喝不到母奶 即使這樣子 這些牛奶還是不足以供應 我們人類需求 所以在落農場的工人 牠們每天每天 就會不停地把精子 放進牠們的體內 讓牠們有足夠的牛奶 可以秘乳 後來我發現 這些心碎的真相 不只發生在這些動物生命中 其實對於我們的環境 一定有很大的影響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看到 《洪水來淋成》這部電影 對 其實李奧娜都早在兩年前 就爭執了另外一部片 叫做Cowspiracy 畜牧業的陰謀 那也是看了這部影片 我才知道 原來 Omniverse就是雜實性主義者 因為雜實性主義者 他每年消耗的二氧化碳量 是Vegan的兩倍 化石燃料是Vegan的十一倍 水資源是Vegan的十三倍 甚至運用的土地 供給我們所需要的食物 是因為Vegan的十八倍 所以非常非常多羽靈 就這樣每天每天不停地被砍伐 為了畜牧業所需要的飼料 那因為我的粉絲專頁 本來是在推廣 就是健康飲食的嘛 所以我在成為Vegan之後 我就會想要知道這些 如果要選擇一個全植物性的飲食 我的營養是不是會足夠 後來我才知道 這位教授他叫 柯林坎貝爾博士 他早在幾年前就做了一份 十年的La China Study 那這位教授他有 營養學界的愛因斯坦之稱 他也有開一個線上課程 在Cornell 那個線上課程的名稱 就叫做全植物營養學 他做完這份研究之後 早就已經提出 其實全植物性的飲食的營養 是對人類最有幫助 最好的 所以在看了這些資訊 看這些課程之後 我們也才更堅信 全植物性飲食是一個 是一個必須要去推廣的理念 所以我們才把粉絲專頁轉型成 這個叫做全植時尚的品牌 那我們這半年來也辦了蠻多活動 像是這一場Fullout Taipei 我們參考了國外的Fullout 就是在大安森公園辦的這場野餐 邀請大家就是帶自己喜歡的蔬食甜點啊 水果來分享一個很健康的早晨 那我們也辦了一個給小孩的全植物性的廚藝課 會有這個廚藝課起源 其實是一開始 因為我跟Ann有蠻多家教的小孩 然後我們每次都看到很可愛的小孩 都在吃一些很可怕的東西 然後我們覺得這樣子不行 然後我們就跟我們的家教媽媽說 我們可不可以就是有一次的上課 就改成是教大家廚藝這樣 然後我們就覺得 從小就要教導這些小孩正確的飲食觀念 就沒想到後來就是 越辦 越 怎麼講 越辦越順利 然後也越辦越開心 所以就開始有對外教神 所以我們在暑假的時候辦了將近六次的課程 好 等下一頁 等下一頁 好 但是其實我之前在成為vegan之前 我本來是一個很愛吃肉的人嘛 所以每次在譬如說Facebook的時候看到一些 可能一些會讓你覺得不堪入目 或是讓你覺得很不舒服的畫面的時候 我其實會覺得很反感 然後會反而越不想要去接觸這些東西 所以在我的粉絲專頁上 你絕對不會看到任何會讓你不舒服的畫面 我們覺得就是人都還是有口語的 我們在愛護動物或是愛護環境的同時 我們不需要犧牲自己的美味 所以我跟AN就很努力的去研發很多種食譜 像這些全部都是用全植物性的食材做出來的 甚至就連蛋 我們已經研究出可以用全植物性的食材來替代蛋的口味 而且味道一模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 歡迎到我們粉絲專頁上看這樣 好 對 然後我們這半年來也會在一些地方擺攤 賣我們自己做的食 甜點 下一頁 然後我們也 就是 只要有講座邀約 我們都會努力的去講 對 就是很希望可以把Vegan這樣的理念 讓更多人知道 好下一頁 然後我們有時候也會辦給成人的 喂喂 還有誰嗎 喂 喂 等一下等他一下 好 喂 好 我們有三塊幫你給成人的鼠翼腳尺這樣 好那最後想說就是 呃 如果要說我這麼努力 這半年來 好像決定拋開我本來 原本的人生計劃 去努力的做這個事情 純粹是為了愛護膏 或是愛護環境的話 只是這個太眼大的味道 那我覺得我只是很單純的 在跟 很享受 跟我喜歡的人 一起做喜歡的事情的感覺 那 有時候 會有些選意妹 或者是 呃 還有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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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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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也 我們 我們 在 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